哈喽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今天是2022年12月23日来容这款巫师选卖 这是一款日系和风妖怪题材的放置卡巴养成RPG手游 于12月22日上午之年开启三档测试 测试结束时间12月28日晚上24点 这次人鬼共生的时代人类活动范围与烈度逐渐扩大 不断侵占山林河海等原本被妖鬼独占的空间 据人类与万妖达成脆弱的和平已达百载 X-ray之身暗潮翻涌阴阳之趣摇摇欲坠 偷开养成的士神分为六大阵营 分别为山林河海布屋幽都神魔 彼此之间有克制关系也有阵营的BUFF加成 战斗系统为全自动回合制 角色采用了3D模组卡牌的细致度还算可以 玩法上比较幻皮一点 10年必出五星新手会送三选一的十年召唤 听着日本古典和风音乐玩起来还是蛮有感觉的 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 OK来吧 呃巫师血脉 游戏是12月22日开启三档测试 好 伺服器一个是不是 万妖一辅 感觉有点日系的那种和风 和风妖怪的卡牌 放置卡牌 这边有一些武士嘛 鬼舞者啊然后忍者啊戴面具 舵月妖姬天照大神 我这3D的诶 他是3D卡牌是不是这个感觉像3D 这个是天照 然后音乐是那种 日本的那种古典音乐 也不知道有没有版权 听起来就是那种 也没有说很喜欢啦 那这边应该是那个战斗系统演示 看来可以上阵6支 上阵6支 前三后三喔 没有什么站位的感觉 然后这个应该是阵营buff 好4个属性循环克制 然后双阵营克制 这可能是神魔吧 对神魔 那这样的卡牌游戏就是比较幻皮了啦 比较幻皮 就是中国大陆的幻皮 放置卡牌 好传机 新世神 娟娟细流 是不是娟细流 好像是一个河川的河神感觉 然后是水系的 我这边写冰冻 好还行还行 他这个卡牌真的用3D耶 战斗用3D 因为有时候这种卡牌游戏 放置卡牌都是 用纸片人啦 纸片人护撞而已 比较随意一点 比较紧意一点 这好像灯笼过来了 果然 是负上神 有点像日本那种白鬼夜行 白载幽民 虽然我没有看过阴阳师这部小说 但是很多动漫题材都会用阴阳师的设定 安倍清明嘛 然后有一些士神啦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知道 什么天狗啊 对不对 还能闪过来啊 闪妖啊 就是一只雨伞嘛 然后一只脚这样 好一只 那种日系 日记和风卡牌啊 好挑战 自有了是不是啊 好像自有了耶 这个有点像那种阴森的感觉 老鹰的那个身体啊 翅膀啊爪子脚跟这样子 这边有一只很像招牌招牌的东西啊 然后点击士神 还不错啊 这是一个玩法然后可以有 超多题材你知道吗 各式各样的题材都可以 只要别人没做过你就做了 就对了 看有没有办法中奖 中大奖就是突然就大麦这样 好召唤 这只应该是月神吧 开头的时候有这只角色的介绍 就是我在下载更新档的时候 大概游戏大概四五百MB吧 然后更新档大概一两百MB 然后它的那个游戏介绍的图片让我以为它是横版的 结果 结果我一下子来之后发现 这什么黑川童子哦 我以为是九神童子的 他有一堆XXX童子啊 反正以前就很难看那种 日本动漫都是这种日式 跟阴阳师有关的题材 很多布啦我都忘了 日本动漫啊很多只要是跟阴阳师事成有关的都很多 就是要临时想出那些游戏的那些动漫的名字 我有点忘了 大家都很好看 我等一下再来找几部我知道了 什么阴阳什么双紫星 双星什么的 哎呀有点忘记 好我稍微查了一下有几部我知道的 我看看大家知不知道 少年阴阳师 少年阴阳师 然后还有那个滑头鬼之孙就白鬼夜行 滑头鬼是首里嘛然后他的孙子 东京暗压也蛮好看的 东京暗压 然后我知道了还有 嗯我刚说那个双星之阴阳师 大概就这些吧 应该还有很多啦应该还有超多啦 比较有名的这几部 看看你听过哪几部吧 这几部我应该都是我都是有看完的样子 当然阴阳师题材游戏也很多嘛有moba嘛 我们这个好像有阴阳师的moba游戏 最近好像有一部要上了 有一部手游 我没有记录但是我知道有一部手游 之前有测试 台服啦我讲的是台服 这阵子可能要上 然后也是这种直击师但是不是卡牌 不是这种放置卡牌 我们这是水属性然后是火属性的感觉 岩属性然后这个什么 要看一下它什么属性 这个是收益 这个是收益 然后这个任务就是4个任务 我们就是把这个做完吧然后可以领取什么阶段大奖 它不是那个 解锁VIP或是解锁神器喔 我们来看一下吧 神嘛魔 然后这个山林之主 山林之主 河海之主 富屋之主 幽都之主 好吧就这样子 属性在这边然后 有克制然后跟阵营buff这样 现在的是4只 两只水属性是不是 对我有两只水属性 这个是灰叶姬 我输了 纸妖喔 纸妖喔 纸妖怎么长这样以前那个鬼太郎 鬼太郎的纸妖不是真的是一张白纸 还有墙妖 有一面墙 小时候看那个 鬼太郎 什么 鬼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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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好像是类似这样 小时候 有看鬼太郎 他也是有重置过动漫版 比较新版的鬼太郎 我就没看了 因为小时候看过 就不会想要再看 鬼太郎就没有一只眼睛嘛 一只眼睛好像变得那个眼球老爹吧 有人说他是他爸爸 好像也不是他爸爸 我都小时候以为他是他爸爸 好这边有一些聊天室 确实啦我现在时间是两点多 这是刚刚的留言 我是半夜两点多 小心一点点 那你要玩的话要用64位用 刚用32位的模拟器直接给我闪退 就不能玩 这个虽然是放置 挂机这种卡牌 但是你听着这种音乐 然后在玩这种阴阳式的这种题材 然后这个是3D画面 如果他做2D的话 我觉得会好一点 我觉得啦 因为我觉得2D就 比较二次元 你懂吗 比较二次元就比较日系动漫 可是他可能不想要那么日系 我猜他可能不想要把自己定位成那种比较日系 所以他就把它弄成3D这样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 我们可能要来养成一下吧 不然打得有点满 养成就是4神嘛 等一下好了 他要我们来这边 刷新然后买这个召唤卷 新手一定要先教我们召唤一下 没有继续玩 继续玩 我先平均升一下 这是吉胖喵是不是 大鸡 直接升到20级啦不管啦 日约好像够 可能之后要突破吧 不够了 就是20级可能是一个 瓶颈然后之后可能就要突破 这边可能需要这个 才能突破吧 然后装备 目前没有装备啊 雪麦 对啊我们游戏叫做什么雪麦的啊 我们游戏叫乌施雪麦 呃乌施雪麦让我觉得感觉像是 西方的那种乌施 如果他叫女巫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是日本的那个神社吧 女巫会不会好一点还是巫女啊 日本那个叫女巫还是巫女啊 是不是叫女巫啊 诶女巫是西方的巫婆诶 诶女巫是西方的巫婆诶 那那日本人应该叫巫女是不是 对日本人叫巫女 美狗 就很像尼姑啊 美狗 是不是就叫美 日本有佛教跟神道教是不是 他们就有神社跟佛事啦 常看一些那个日本人那些旅游频道的话你会发现 神社跟那个佛事常常好像都 盖得比较近是不是 那个雷门啊 浅草浅草那边不是有个雷门吗 雷门那边就有佛事跟神社好像神社好像就在旁边而已 没有去过啊 没有去过 家里的人有去过 有拍照回来 诶我来 我来那个 以后再去吧 等我那个频道不做之后我就去去日本玩 因为这个做这个频道每天要做啊真的没有没有办法出去玩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YouTube 不管你是日更还是周更嘛你就会觉得 你必须要持之以恒一直更新嘛 那如果你没办法持之以恒我劝劝劝你是不要不要想要做 频道啊 而且现在做频道那个广告费超级少 流量也越来越少 好这边可以两倍跟四倍 然后也可以跳过 跳过有没有需要VIP啊有的跳过需要VIP 好那这是刷塔 爬塔 反正这种爬塔都比战力啊你看他4000多我这7000多我我赢的啊直接看战力就赢了 说实在你你你你你你你很难通过你的 属性克制或是排兵故障去 越战啊 最后你一定会有一个瓶颈就是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那就只能挂机呀每天挂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玩放置挂机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他就会限制我 我就不够自由啊不够自由度不够高 你就卡等卡关就觉得很卡 好这边10元抽不够 这边要2000吗 我们只有一张 他的音乐就呼大呼小声 好怎么突然拿到穿机呀 他是必给吗 可能你要 突破一下然后之后可能还要干嘛的啦 有没有身心要把他吃掉 不然你抽到重复了要 进阶嘛总是要进阶 看他没有进阶 吃掉他 然后你还要4个这个 4个不知道哪来的5星 可能是别只的5星吧 就你常常进阶嘛进阶你的属性就会提升 他的音乐怎么呼大呼小声 好我们把这边看一下看一下吧 千道月卡月卡 至尊月卡 7日千道 第二天拿这个黑川童子 我只认识那个吧 九吞童子还有那个什么前轨后轨 以前看那个动漫 前轨啊 就那个巫女他就给他一个手环嘛控制那个前轨 叫他坐下要坐下 那叫什么童子啊 前轨那一部叫什么 前轨 然后女主角叫 小明嘛 鬼神童子啊 对鬼神童子 他那个音乐蛮热血的啊 他的那个 OP啊音乐我又说有一阵子常听 听那个音乐蛮热血的热血沸腾的那个 OP主题曲 这个鬼神童子啊鬼神童子 鬼神前轨 右鸣诸鬼神 大概就这样吧 反正就是那一种 女主角 领养男主角把男主角当狗来使唤的动漫 跟那个什么前夜叉一样 叫他坐下要坐下是不是 全夜叉 化完了吗 应该化完了因为他后来又化了好几步嘛是不是 那个 高桥流没死是不是 对应该是吧 他后来又化了好几步都是跟鬼神有关系的 好那这边就随便点一点啊好不好随便点一点然后这边是 其他的玩法在这经济场 历练 风妖塔刚好像我玩了一下 爬塔 然后战斗就是我们主线嘛 然后这边有一些 通过主线可以三次的十点任选 这个就是 就是假的啦假的啦好不好 就是你到时候才可以领啦 现在只是先让你看一下 好待会把他录一录好了 这家伙不是很像那个 大家应该知道吧 全夜叉他哥啦 杀身丸对不对 他很像杀身丸 你这样子 不OK喔 杀身丸都来了 之前有看到一个那个一个女的 有网 网 YouTuber他很喜欢杀身丸 然后介绍杀身丸的手办 公仔 一堆周边 整个房间都是杀身丸 我就瞄到然后看了一下 可能看了几分钟然后觉得 哇这女生怎么那么喜欢杀身丸 杀身丸他这么爱啊 所以不管任何动漫角色都有人超爱 然后就喜欢收集他 收集他所有周边 然后就花一大堆钱 他整个房间 他说他花了好几万 他去日本买去哪里买 去什么什么展什么展 限定 限定才有的 有些都是限量 当期限量 当次展览才限量的一些角色 好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啦 这款游戏就很日式 你看阴阳师设定 然后各种各种那个 日本鬼神的设定 超多动漫如果你都看过我刚说那些话表示你超厉害 因为我都是很肤浅 只是看过而已 没有深入研究 然后我也没有 去买那些人家那些公仔啊 手办啊 慢火啊 没有 我都是属于那种看过就算了 就是略懂略懂这样 略知一二 好那就先这样吧 我是 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开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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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